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准罢韩团体 连高雄市民也被骂进去 我又跟那些罢韩国人 我对你做啦 我现在做得好 让你罢一下来啦 我跟他说一句话 这些罢韩国人 没有罢了罢了 不罢名他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他也没做什么啦 他几乎没有做过事嘛 然后他又违背高雄市民的承诺 然后现在高雄 淹水淹成这个样子 仿佛他活在平行世界一样 一年半市长执政的当中 非常多的建设停摆了 那甚至我们的这个淹水 市长曾经承诺的治水 也没有做好 这么多的这样子市长跳票呢 明明就历历在目 可是他还是能够继续睁眼说瞎话 信仁妈狂骂一个小时不断电 高雄人与罢韩团体不客气反击 不过让民众听不下去的 还有名嘴陈辉文这番话语 如果高雄没有韩国瑜 高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县市而已 没什么不一样 天安派IP活在平行时空 因为韩国瑜近来 才频频为了证件跳票而道歉 这个迪斯奈是有困难 这一点我愿意收回 的确是有困难 不止选举支票跳票 说好的陆平下雨天不淹水 也没实现 罢免案走到最后时刻 挺韩方轮番上阵 为韩国瑜说话 但加分效果有限 反而再度激起罢韩 这一方的斗志 三雄方目红西红车 台湾报道